新北市肖信女子2016年2月间 曾徒手大力搬开银行ATM面板 转动内部保险箱密码试图偷钱未遂 被判处拘役30天 为了肖入狱后晚上不好好睡觉 乱敲墙壁吵醒一旁红杏玉友 对方劝阻反被肖鹏狠咬了一口 检方依伤害罪生情检疫判决处刑 检警调查 肖女37岁 有多像窃盗前科 前年无故闯进一家银行 还徒手大力搬开自动柜员机面板 转动内部保险箱密码锁 后来打不开就招逮 他便称没有要拿钱 只是好奇想玩一下而已 人被一窃盗为罪判处拘役30天 肖后来又连续犯下多起窃案 去年7月入狱 并移间到女子监狱之行 晚上11点多他睡不着觉 闲着无聊境用手乱敲防射的地板墙壁 睡在附近的红杏玉有被阵阵噪音干扰 起床和他理论结果却发生激烈冲突 拉扯间消情绪失控 狠狠朝红的右前臂咬了一大口 红筒的大教育方人员赶紧到场出力 事后他也坚持对肖女提告 检方依双方证词监狱违规事件记录等 依伤害罪前将肖像法院申请简易 判决处刑 肖女搬开ATM想偷钱未遂 被关后还横曾咬了欲有一口 试图报器资料照分享